大家好,佛手瓜清甜脆爽,营养也很丰富 形状非常的像佛手这样子两个手合在一起 有着很吉祥的意义 因此佛手瓜也受到很多人的喜爱 今天就用佛手瓜来给大家分享一道养生的做法 再好的补药都不如吃一斤佛手瓜 健脾养胃对身体很好的 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把佛手瓜的外皮削去 佛手瓜的外皮有点小刺 要注意一下不要抓到手 佛手瓜去皮以后切成薄片 切得越薄越好 再改刀把佛手瓜切成细丝 佛手瓜的营养在众多的瓜果蔬菜中是非常的突出的 富含各种维生素、矿物质 还富含着钙 都食用对身体特别的好 佛手瓜丝切完 冲到一个大盘里 加入两小勺面粉 用筷子拌匀 使得每根福手瓜丝都能够均匀地裹上一层面粉 像这样就可以了 放在一边备用 现在准备其他的撩头 一个西红柿对半切开 切掉里面的硬心不要 再切成薄片 最后切成西红柿丁 切好中碟备用 再准备一小节胡萝卜 先切薄片 再切胡萝卜丝 最后改刀切成胡萝卜丁 切好中碟备用 最后来一点瘦肉 切成薄片 切好装入碗中 加一点盐入味 少许胡椒粉 少许的生抽 一点玉米淀粉 一勺花生油 用筷子搅拌均匀 让肉片充分吸收调料的味道 调匀后放在一边 腌制五分钟入味 最后准备两个鸡蛋磕入碗中 用筷子充分的搅散 搅散后像这样就可以了 放在一边备用 最后起锅倒入食用油 把西红柿丁倒入锅中 把西红柿丁炒软 炒出汁水 接着把胡萝卜丁也倒进来 胡萝卜炒锅以后 其中的营养成分更易被人体吸收 然后倒入多一点的热水 大火煮开 煮开以后 把胡萝卜丝下入锅中 胡萝卜丝下入锅中以后 用筷子搅一搅 使其充分的收热均匀 煮上五分钟 胡萝卜丝已经断生了 这回转小火 把刚刚腌好的肉片倒进来 再搅拌均匀 肉片定型后转大火 现在来调味适量的盐 半勺胡萝卜粉 一点蚝油 搅拌均匀 把调料化开 肉片煮熟以后 把刚刚搅好的蛋液转切 淋入锅中 再次煮开 搅动搅动 像这样子就可以出锅了 出锅 倒入一个大盘中 撒上葱花点缀一下 美味集成 这碗鲜香顺滑的 俯手瓜各大摊就做好了 喝起来清甜爽滑 最主要的是里边 有主食 有菜 有肉 也有蛋 一样特别的丰富 早餐的时候来上一晚 不管是上学的 还是上班的家人 都会精神十足 学会的朋友赶紧试一试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